防止禽流感疫情 机场是一个严格防疫的关卡 民航局和松山机场 今天就举行了飞航安全的宣导 其实对飞机来说 可能比人更怕禽鸟 因为担心会出现鸟疾 所以机场的周边是禁止喂鸟的 大家知道我们搭飞机的时候 随身携带的物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小小机长小小空服员手拿大看板 上面写着搭机不能携带的物品 上演飞安宣导秀 推广飞安小知识 可爱造型抄袭精 不能带刀子手机要关机 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 搭机经验丰富的网球国手詹永然 担任飞安宣导大使 他也分享自己的搭机经验 开始出国的时候球拍 因为是易碎品 会很希望能够跟着自己上飞机 然后可是后来航空公司就说 就是可能会变成一种武器 而且体积比较大 会挡到其他旅客的一些空间 放行李的空间 所以就是建议我们就是用拖运 而最近H7N9疫情延烧 民航局也加强宣导 机场周边也禁止民众喂食鸟青 以免造成鸟青聚集 他如果在我们的机场周围聚集的话 那可能会影响那个飞机的起降 就是会有发生鸟籍事件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不要喂食 那他就不会聚集在我们的机场四周 自己应该都会戴口罩啊 然后就是常常吸收 那因为其实自己也没有办法 避免说搭飞机的次数嘛 那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自己 想办法保护自己 我去那个妈妈腿喝咖啡的时候啊 也是带这个水果刀都嘛没事吃 防疫加上飞安宣导 希望透过多样化的表演方式 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飞安观念 确保民众搭击安全 有点TV引得预告许言台北报道